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鄉先走 我是孟琪 美國挺台的力道持續加大 今天美國再度宣布對台軍售案 這一次出售的是80億元的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這已經是美國今年第6度的軍售 更是總統川普任內的第11次 而今天我們的蔡總統出席了台美日三邊的印太安全對話 強調會繼續跟理念相近的國家一起來合作 共同打造互利的關係 而回過頭來來關心到的政壇焦點 就是最近國民黨的連勝文炮火不斷 為了國內不採用中國武漢肺炎疫苗的這件事 就是槓上了民進黨 除了疫苗之外 其實連勝文進來也是不斷的針鞭實證 外界就猜測會不會是為了黨魁之爭呢 那連勝文有沒有可能回鍋再戰台北市呢 稍後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好 我們要先來介紹今天現場的來賓 首先歡迎到的是第一位民進黨立法委員邱志偉 大家午安 好 再來歡迎到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周春銘 孟淺好 大家好 好 再來在我左手邊歡迎到是資深媒體人邱明玉 大家好 好 稍後還會有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趙欣 還有資深媒體人溫生溫大哥 都會加入我們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要趕快先來看的就是 美國今天宣布喔 今年第六度對台軍售案 好 這次要出售的叫做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將會協助我們台灣大幅升級陸軍目前正在用的通信系統 好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完整報導 去年憲兵司令部87週年慶 國軍最新的衛星通訊車亮相 為了協助台灣強化戰區通信 美國國務院批准對台最新軍售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包括154個通訊節電 24個通訊計電器 8套網管系統 還有技術支援 人員培訓及後勤等等 售價約台幣79億 已經知會國會 渴望一個月後正式生效 我們要保護台灣的主權和人民的安全 一定要自己盡力努力 當然我們也會結合友好的國家一起 也會買必須要的武器 陸區的第三代的系統 它是我們野戰部隊所使用的通訊資訊系統 可以提升我們的資管能力 總統府也感謝美國政府 對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能量的高度重視 因為這已經是美方今年第六度對台軍售 也是川普任內的第十一次 從NK48魚雷 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曾成型巨外陸工飛彈 魚叉海岸防禦系統到無人機等等 現在又拍板協助台灣升級陸軍正在用的通信系統 好 我們來看到美國這次的對台軍售案 出售的是這一套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軍事專家說這可以提供機動保密的語音 還有數據通信 而且可以縮小占用量喔 這一套系統總額是預估台幣高達80億 好 這是美國今年第六度對台軍售 好 更是總統川普任內的第十一度喔 所以挺台的力道真的是越來越大了 軍事方面的訊息喔 趕快先來請教一下邱委員了 是 我想這個是川普今年第六次的軍售 這一次軍售是在11月3號 就是總統投票日之後的再一次的軍售 針對FICS 什麼叫FICS 就是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跟作戰中心 跟野戰的資訊中心 能夠更安全 更有效率的整合 所以這個部分是目前國防部 或者是中科院沒有辦法自治的 那也感謝川普政府 那這個第六度的 在今年度第六度提供台灣防禦性的武器 提升台灣國軍整體的防衛的力量 事實上為什麼川普政府 那麼積極的協助台灣在提升國防力量 我想可以從戰略三角理論來分析 什麼叫戰略三角理論 就是說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會影響到彼此間的互動 現在是美台關係是最好的時候 就是從斷交以來 美台關係一直到今天歐巴馬有點低潮 到川普達到最高峰 所以現階段不管是美台之間的民間交流 是政府間的高層的交流 或者軍事的合作 或者只管通勤在印太戰區的合作 我想都是非常密切 所以美台關係密切 加上這個美中關係非常惡劣 惡劣到說他以前是在歐巴馬時代 在克林頓時代還是戰略的戰略夥伴關係 後來在歐巴馬時代是一個戰略的對手 現在就變成一個敵對的關係 所以是美中之間的關係最低盪的時候 甚至已經變入要準軍事化的狀況 加上台灣跟中國的關係也是史上 完全沒有對話 完全沒有交流 所以台中跟美中關係的惡化 當然會導致美台關係的充分的 夥伴關係會加深 加大 加廣 所以不管是你看從民間的交流 或者是防疫的合作 或者是美國高層的來訪 所以過去歷任美國總統做不到事情 我想在川普政府已經執行得非常到位 也非常設立 這點要感謝川普政府 我想這個離他要卸任大概還有 還有大概幾個一個多月 1月20號 到1月20號 那我希望說好像這個M 下一波還有兩項重要的防護性武器 就是智慧水雷 智慧水雷跟前幾波的軍售是有密切關係 我們必須決戰境外 所以防衛固守 所以智慧水雷很重要 還有M-1-0-9-A-6 這個可以補充自走炮 補充目前M-1-0-9-A-2跟A-5的不足 它射程更遠 是 精準度更高 所以從這個來看就是說 台灣跟美國在軍事上合作 不只是量跟值的提升 除了在武器上面設備的協助我們有更多升級 包括它的指管通勤系統都有密切的合作 所以今天蔡英文總統參加 援警基金會舉辦的印太 就美日中這個印太的這個對話 就是一個指管通勤 或者政府高層之間的一些訊息 戰略的合作關係 所以台美之間的這個軍事的合作跟交流 已經變成一個準夥伴關係 就類似於回到過去有這個共同防運條約那個階段 雖然它沒有這個明白 只是說你如果台灣台海發生戰士 它一定會協防你 但是從它種種的作為來看 它提供你那麼多的防御訓練武器 就是讓你能夠協防自己 協防自己之外 它可能在適當的時間它也會介入 因為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的角色 沒錯 如果從這個第一導演來看 如果台灣失守 那當然對整體這個美國 在印太的戰略的國家利益 會造成很嚴重的衝擊 所以美國把台灣視為戰略中 很重要的核心夥伴 所以美國政府很重視 美日台三邊的印太戰略 那台灣在印太最主要的盟友 還是要靠美國跟日本 所以這兩個盟友的關係能夠充分合作 台灣在這個台灣海峽 在不管是南海或者是在東海 這個安全上我想應當是可以 不能說高枕無憂 最起碼我們會比較安心跟放心一點 那國人也對這部分權力支持 國防採購 目的就是說透過美國的協助 透過日本跟美國跟台灣之間的戰略的結合 來確保一方面我們有足夠的防護性武器 能夠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 一方面我們有堅定的國際友邦 就是我所說的美國跟日本 最重要的我們合作的對象 他們能夠充分在戰術上 在情報上 在指揮管制系統上面 能夠全力跟台灣結合或者合作 我想對過去台灣 好像在認為我們面對中國 好像是自己在孤軍奮戰 事實上沒有 對 現在形勢不一樣了 因為國際反中的氛圍非常的重 然後反中聯盟已經形成 反中聯盟最重要的就是美國跟日本 所以美國跟日本跟台灣 在同一戰勝 對台灣的國家安全 我想可以讓國人能夠稍微放心 有關今天的印太安全對話 稍後再繼續來請教委員 接著我們要來請教明玉潔 其實講到今天美方宣布的對台軍售案 我們的國防部長顏德發也說 雙方持續深化安全的夥伴關係 總統府也說 真的謝謝美方 高度重視台灣的自我防衛 那蘇院長說什麼 他說這是買必要的武器來保衛台灣 這已經是川普總統上任以來 這是第11次了 尤其最後面這三四次 好像比過去都還要來得密集 茗玉潔這邊怎麼看 當然我們跟中國大陸是不對稱的軍力 那就是以往大家也就是有認知到說 在過去馬政府的八年時代 我們又整個軍武的軍力的傾斜 我們跟中國又是嚴重的一個傾斜 所以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這次在蔡政府時代 等於說是補足以前 馬政府時代才夠不夠的 就是我們現在能夠多買 就趕快多買 當然也非常感謝就是說 美方願意售 因為其實就是要知道說 我們想要買 人家不見得會願意要賣 因為有時候你有錢不見得是買得到 有的時候是要考慮到情勢 但是川普政府上任以來 確實大家會認為說 他是對台灣最友善的政府 等於說也盡量滿足台灣的一個需求 包括就是說像今天 今天賣的這套 所謂的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我有請教一下軍事專家 就說事實上在台灣 我們20年前也有類似的這種通訊的系統 當時也是造價5、6億美元 等於說這一次是完全的升級 20年總是要升級 對 他這算是第二代升級 他除了說提升我們的通訊的資通範圍之外 另外他整個範圍也加大 最重要的一點是說 他建構我們跟美國 美軍 甚至是說到了美國的指揮部 你會有一個直接的連通 一個建構的系統 重點在這 就是說我們建構這個系統 我們跟美軍可以直接的連通 所以他這個人說 這個野戰資訊通信系統的重點 是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剛剛委員也提到說 這一次是我們跟美軍 算是每台生化 每台關係 人家要對你足夠的信任 才會有賣這樣子的一個連通系統給你 代表說我們的關係 確實是有深化 不過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包括對我們這樣的軍售 當然就是說 我們上次也討論過 就是說明年還會持續的軍售 這個也代表說 美方對台灣的一個保證 就是不管他們是拜登上任 或是說改朝換代 對於台灣的軍售 這個是不會有政策性的一個大改變 只是說這個是會不會像 現在這樣子的高調 就是說什麼東西都浮在台面上 因為以前的軍售有的是比較 只能做不能說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像這麼的高調 這個可能還要後續再觀察 不過我覺得蠻有趣的是說 每次軍售 完了之後 就有一方就跳出來 會開始在那邊嗡嗡叫 就中國大陸 他們就會 就是會覺得見不得 見不得美台關係連結 很容易崩潰 對 我記得最近一次 是他們發言人華春瑩 就在那邊講說 哎呀台灣人被當作提款機 不知道你有什麼作何感想 講得非常非常的酸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中國大陸要好好想一想 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的軍力 是完全的不對等 台灣本來就有需要 去買一些自我防衛的武器 甚至我們自己 我們也是有自主 譬如說國艦國造 國機國造 我們自己都在努力 本來就是不管是自己的研發 或是說跟美方購買 這個本來就是 台灣保衛自己的能力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如果這樣子買的話 你中國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不是你中國 你中國這樣子文攻武嚇 一直對準台灣 然後你的飛機到軍機 到昨天還第11次的 連續的一直擾台 然後侵入我們的識別區 然後包括你的軍艦 一直在那邊游來游去 所以就是說到底為什麼 大家會有這樣子的軍事加碼 譬如說你要做軍備競賽 當然我們不是主動 去挑釁的那一方 所以我覺得當華春瑩 在這麼酸 在酸台灣的同時 要不要想過 包括你說台灣的民調 有個最新的民調 73.4%的民眾 台灣民眾是支持 美軍對台灣的軍售 美國對台灣的軍售 他也支持我們台灣政府買 另外有87.1% 高達快9成的民眾 當然不認同中國的文攻武嚇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你在很酸很酸的 這樣子的同時 那你要不要想過 就是說你這樣子 你自己中共的這種 軍事的建構 花那麼多錢 你中國民眾 你中國人民也支持嗎 你在問我們的同時 你要不要問問看你自己 到底誰造成 今天這樣子的局面 我覺得中國大陸 不要在那邊只出一張嘴 大家好好的反思 真的 中國老是看到 我們在買武器就很酸 可是其實委員 我們買武器 主要就是為了 應付中國的野心 其實這一次 美國對台軍售案 是美國大選之後 也就是11月3號過後的第一次 所以這個也有指標性的意義 是不是一方面也化解了 台灣民眾好像對白宮 有可能會溢足的一些存疑 我想本來台灣就覺得說 川普是力廉來對台灣最友善 所以當然也希望友善軍售 可以持續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它主要是要提供作戰中心 跟野戰部隊間機動保密的 語音和數據通信 最主要是說 它這些通訊設備的體積都縮小了 然後技術更精進了 剛剛明玉有提到說 這個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是現在陸軍的 去陸區系統的升級方案 是第三代 是第三代 上次台灣採購類似的軍售案 是20年前是2001年 這20年間大家知道說 網路 資訊 科技日訊月益 中國對於通訊干擾的手段 也是花招擺出越來越厲害 所以台灣的通訊設備 確實有必要來做提升 這個部分確實也是台灣現階段 非常非常需要的一個軍售案 那也謝謝川普政府在他快要結束他的任期的時候 最後的 對就不是最後啦 反正還是對台灣有盡他認為應該要盡的義務 那之前大家都有聲音說 美國的軍售是不是都把他們不要的 或者要淘汰的賣給台灣 那其實不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有很大的誤解 整個軍售的過程或者軍售案的第一步 都是我們台灣自己先開出說 我們想要買的這個武器需求 然後再來跟這個美方 由美方來做評估 由美方來做接洽 然後美國在對台灣這幾波的軍售的 這個其實軍售的項目 都是符合現在台灣所需要的 就像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野戰資訊通訊系統是第三代了 那是之前買的是20年前的事了 所以是我們現在最需要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中共對言論自由的打壓 對民主政治的這個破壞 都沒有任何的燒減 你看周庭還有黃之鋒 李志英這些人被捕被判刑 其實我們看了還是雖然很氣 但是還是會擔心 顯然他們對這個言論自由的打壓 對民主自由的破壞 還有這個向外擴張的野心 都沒有任何說 現在整個世界要防他們滲透 防他們這個戰欄外交 他有做任何的約束 或者說他再保留一點都沒有 所以當然這個時刻 我們台灣就自己要更 自己站起來保護自己 那把握這個時刻 之前已經談好 因為軍售案不太可能是說 我上個月簽 上個月談 然後就馬上簽 就是說把握這一兩年 大家很好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也相信說 我們也確信也要做這部分的確認 就是將來這個拜登 他接上任之後 他同樣的也能夠維持對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友好友善的態度 畢竟台海的安全 是全世界大家共同的責任 我們雖然是站在第一線 被罵的 被唸的 被騷擾的第一線 但是這還是整個全世界大家的責任 那我們也要在這邊奉勸 這個國民黨的朋友 不要常在替中共講一些 替他們說一些說客 然後講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話 因為畢竟你是台灣 尤其馬英九 你是台灣的前總統 你的洞見觀瞻 那你還是有一定的這個影響力 你現階段應該是要凝聚 台灣人的這個團結的共識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以你的經驗 以你之前八年的時候所在的經驗 應該要提出什麼樣的建言 而不是講風涼話 或者讓大家覺得說 你就是親善的一些 親中的一些發言 我想那個台灣人民不能接受 來這個台美關係 這一次看到這是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 第11度的軍售案 也要趕快來請教溫大哥 這一套野戰資訊通信系統 總而預估是台幣80億 賣給台灣 那這個重要性到底在哪裡呢 請教溫大哥 基本上它應該屬於過去 我們推動的博勝計畫的一環 那所謂博勝計畫 大概很多人都忘掉了 這過去在台灣發生 就是軍方最高的軍接 這個羅賢哲 他就是因為泄密 那這個泄密 使得台灣的這個博勝計畫 當時讓美國跟日本很緊張 因為博勝計畫不是說 只有台灣的三軍本身 內部的一個陸海空的一個作戰指揮系統的連結 也連結到美國的這個算五角大廈 甚至於太平洋司令部跟日本的自衛隊 就是算是三國的一個互相通聯的 那這個事情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一個過去 這個同業協的 看不見的台海戰爭 其實它裡面 他就特別提到了 這個野戰 你看防空指管系統 這個只是防空 現在已經是變成是陸地了 就是說空跟海 其實都已經建置完畢 陸地的話那個變成有點是像攤頭的 殲滅敵人在搶攤的攤頭 或者是向戰 所以各位再回顧一下 為什麼這一位 美國亞太情報總管 這個指揮官 他上一次來台灣 到這兩天 我看還是有立委在問他 所為何來 國安部說這個不是我邀請的 應該是屬於國安系統 他來我相信就是要深切了解 台灣到底現在最需要的 可能就是補足國盛計畫 最後一個板塊 這個板塊事實上 如果照中共他們的一個常常用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互聯網上面的間諜網 乃至於這所謂就是他們喜歡用的 間諭網的搏殺 因為現在的戰爭並不是說你眼見為平 這根本都透過人造衛星 乃至於或者是無人機 空中徵收 那下達的指令 陸海空三軍一體作戰 空軍可能在空中飛行的時候 他看不到敵人 但是透過博勝計畫告訴你 朝哪個方位 射擊什麼樣多元的武器 然後呢 就是你要完成這個目的 那艦艇也一樣 或者陸軍坦克全部都一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 川普政府第11次的軍售對台灣來講 其實是給我們一個 很大的一個算是鼓舞 是 沒錯 就是說因為連你陸地的這個 最後的一個板塊幫你補足了 沒有錯 其實剛才溫大哥講的 就很像國防部長說 這真的代表雙方持續在不斷深化 我們台美的安全夥伴關係 好 除了軍事方面的訊息之外 我們稍微要先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要來看到 是今天總統蔡英文 是出席了台美日三邊的 印太安全對話 總統有發表最新談話 我們稍微回來 一起來看 總統美國今年六度對台軍售 台美關係是不是依然穩固 一早出席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 總統沒回應記者喊話 不過台上致詞則是嚴肅看待 2020年台灣面臨的各項挑戰 北京的南部長得更加軍事 台灣在經常的軍事中 台灣在經常的軍事中 台灣繼續歡迎新的朋友 和同性的軍事 特別是美國 日本 和中國 總統強調 香港民主遭壓迫議題 凸顯民主的重要性 今年適逢GCTF 也就是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五週年 總統樂見日本 瑞典 澳洲 荷蘭的加入 希望透過區域合作 和各國一起面對挑戰 前美國國務院亞太柱辛坎博 透過視訊高喊守護台灣民主 是美國朝野兩黨的共識 坎博也強調美國對台灣民主 及強化軍事防衛的承諾堅定不移 好 我們看到今天小英總統最新談話 他是說期盼加強台灣 美國 日本 三邊互動的合作 來因應區域跟全球威脅跟挑戰 這是小英總統最新的談話 不過我們要先來請教 這個村民委員的事 其實大家也有注意到 前幾天我們的馬前總統 他跟前美國的官員也有一場視訊對談 他裡面說希望美國可以鼓勵兩岸恢復對話 也說希望台灣的兩大黨 應該來合作促成兩岸恢復談話 有關於小英總統 還有前總統馬英九這樣子的談話 村民委員這邊怎麼看呢 我想兩岸恢復對話 一定要之前有存在一些前提跟基礎 現在中共對台灣的干擾軍擾 大家都不斷 所以其實這個互信上面 當然還是差很大一節 那目前就是說 大家現在看到美國對我們的軍售 有這麼大的善意 其實也不是川普的臨去秋波 是整個國際社會 大家對中共的這個有所忌憚 那馬英九前總統他要 馬英九他這樣子很單方的 或者是很自己感覺良好的講 美國可以鼓勵兩岸恢復對話 這個我也可以講 但是不是這樣講完就好了 這不是你自己講開心的 是對岸到底現在對台灣 如果他真的要跟我們對話 要放棄武力對這個犯台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侵略 或者一些干擾 你先做出來 我們台灣從來也沒有去對中共怎麼樣 他們一直給我們抽海鯊 給我們這個運沙船一直來偷一直來搬 那你這些侵略的或者這些干擾的 你都沒有停止 我們台灣都是被動的 都是維持和平的 都是維持現狀的 那你自己沒有先做一些修正 你沒有去跟中共要做一些修正 那你今天來說 美國你應該鼓勵兩邊來談 我們台灣應該要來兩岸對話 那你說你要促成 你做什麼促成 我們永遠看到你講的話 都是站在對方 看起來是比較輕的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的一個互信的基礎 還有馬英九先生他講這個話 他能夠讓國人幸福的那個力道 他有沒有這樣一個正面的能量 還是只是讓人家看到說 他只是希望有自己的一個存在感 有自己在現在兩岸關係的一個存在的基礎 但是我們看不出來說 有任何正面的能量 看不出來說 中共這部分他會就他的戰欄外交 他的滲透有做一些修正 尤其對台灣的這些干擾 對台灣的一些侵害有做一些修正 所以在這些相關的原則下 標準下都還沒有改善之前 你說要兩邊來恢復談話 我想這個是有點天方夜談 但這個責任絕對不是在台灣 這個責任絕對是在中國 沒有錯 因為中國到現在對於九二共識還是不放手 來請教一下趙欣副主委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馬前總統這番話 有人解讀 這樣很像是不是這種北京說客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想法就有點歪掉了 這個基本上也是呼應蔡總統 國慶談話兩岸應該恢復對話 對話的方式當然要尊重執政黨 他某個部分的原則上的堅持 但是也必須要講說 中國大陸這邊除了口惠以外 你要實質比如說你這個繞台的行為 或者是說飛機來侵擾我們台灣這邊的行為 你一定要減少 你一定要改變 才能讓人家感覺說總是有一方能夠相互地递出感染資 那當然就是說呼籲美方能夠進行這樣對話 其實也就是因為美國在政權交替的這個時候 很多的他的外交政策設計的官員 都是過去的國務院的非常資深的官僚 那現在這一任川普總統 根據這個美國智庫他們的朋友的分析 就是說他們大部分的朋友也都很專業 但是他們的專業都是在Middle East 在中東的研究 還有過去冷戰的研究轉來 然後用同樣的架構跟思維來處理兩岸關係 那現在可能換了一批人馬之後 那過去梅建華也講過 但那個時候的時空環境跟現在不一樣 梅建華講說馬英主總統他做的兩岸 他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兩岸跟台美可以不是零和 所以馬英主總統做這樣的呼籲的時候 他只是做呼籲 他並不是一個實踐者 真的實踐其實要靠這個美方 以及我們台灣 還有北京這邊 其實都在實踐上面要各自的提出一些橄欖資 那我也必須承認 那如果說美中關係或者是中國大陸 還是有一種比較戰狼式的外交跟姿態的話 那這樣的空間就會相對的低 所以這個絕對是 每一方每一兆都不能夠覺得都是別人的責任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呼籲才有實踐的可能 還有蔡總統的國慶談話 才有大家一起來配合的可能 來馬前總統呼籲 說美方應該要建議台灣兩大黨 趕快促成這個兩岸的對話 委員這邊怎麼看 馬英九的話我想只是他個人意見 他的話大多數台灣人民 大家都不會接受 蔡英文總統不管是從今年元旦的演說 他的就職演說 他的國境演說 他有個八字陣營來處理兩岸的互動 第一個和平 第二個民主 第三個要對等 第四個對話 和平民主對等是互動的原則跟立場 對話當然兩岸必須要在這個前提之下去對話 對 他每天來共濟落臺 每天騷擾 然後破壞台灣的台海的穩定跟秩序 那一對是和平的破壞者 你打壓香港民主 對於新疆維吾爾族的破壞 你這個是反民主的作為 你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的敵人 你有沒有對等 你設定這個一中原則就是違反對等的原則 這個兩岸要對話的三項基礎都不在 那不能對話的原因當然不是在台灣 當然是對岸的中國大陸 所以馬英九就反而過來要求台灣的兩大黨 來促成兩岸對話 我認為他不知所應 他不曉得民意 他也對兩岸關係完全不了解 他已經當過八年的國家元首 對兩岸關係的互動本質 既然認知如此的不落 我非常難過也非常傷心 台灣竟然讓他領導了八年 還好他已經是卸任了 所以今天這個蔡總統參加圓景基金會 這個所謂每日台的三邊的安全對話 這是由圓景基金會所主辦 圓景基金會是屬於國安局的智庫 所以他不是單純的學術單位的研討會 他是有決策官員以及政府相關 外交部這個國安局或者是國安部相關的智庫的專家學者 共同的安全的對話 每日中都同屬在西太平洋區域 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 有共同的利益 也同時面對共同的威脅 所以這個威脅當然不言可遇 當然是最近破壞和平 最近反民主 最近給全球帶來很多動盪的中國 所以面對中國的時候 這種反民主 反和平的這種行為 當然我們作為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三個戰略夥伴 當然要有充分的共識 所以這個安全對話 第一個你的目標是什麼 要凝聚共識 對中國的看法 對中國的戰略的評估 對中國的戰術的規劃 一定要透過對話來凝聚共識 第二個設定合作的方向 萬一A狀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應應 B狀況出現的時候怎麼怎麼應應 所以這是設定合作對象 第三個跟國際社會宣示 美 日 台是一個戰略的夥伴關係 沒錯 缺一腳都不可 台灣在美國 在日本的亞太戰略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缺台灣 美 日的國家安全也會受到很嚴重的威脅 所以蔡英文總統講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就是說 他宣示台灣跟美國跟日本在未來的合作關係會朝向更密切 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台灣跟日本過去因為地緣政治關係歷史的因素 台灣跟日本在民間的關係是非常友好 但是在政府間的關係卻有進步的可能性跟空間 特別我強調的是在軍事或者只管通勤合作 不要忘了台灣最重要的盟友就是美國和日本 台美關係目前大家都非常的感到高興跟欣慰 在台日關係 我覺得這部分要更加強 在軍事合作的部分 不要忘了日本海上自衛隊是全球最強的海軍的戰力 如果透過跟日本的在戰術上或者是在軍事上面的合作 更能夠確保台灣在印太或者在亞太的安全的能量 所以未來除了美台全球架構 全球合作去訓練架構已經形成有了已經第五年 在這個架構過之下 美台的關係從指管通勤 從武器的採買 從人員的交流 我想已經達到一個非常制度化 但是未來我們透過今年剛好是31110周年 對 沒錯 是日台的有青年 所以日本交流協會把今年是日台有青年 他們也感謝過去10年來我們協助日本 在災區的災後的重建 他們對台灣人是表示感謝 在利用這個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也必須思考 台日有沒有可能再往高政治城市 所謂高政治城市就是所謂民進交流之外 朝向更多的外交合作的可能性 軍事合作的可能性 我想是未來政府必須要去思考的關係 沒有錯 今天曉雲總統喊出 希望美日台三方來加強這個夥伴關係的合作 不過文大哥 馬前總統意思是說 希望兩岸趕快來這個好好的坐下來談 可是目前對岸的飛機這樣每天每天不斷的來繞 這樣想要怎麼坐下來說 馬英九他講話 基本上他會透過大外宣 因為過去八年擔任台灣的三軍統帥 又是卸任總統 那他的話多少 這個就像美國報紙寫的 Who's going to tell him 告訴川普 告訴拜登 希望兩岸趕快坐下來談 這個是一個訊號 那次訊號其實就是在恐嚇 就是說我們看馬英九過去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是反分裂法的 然後那時候他議陣領然 這個叫所有的縣市長來響應他抗議中共 可是金恒偉寫了這本書叫《解過他馬的》 你講的話都放屁 因為你做的你所作所為跟你講的不一樣 就是說你的一言一行 其實都經不起外界的檢視 這個檢視剛剛一直提到說 蔡英文總統他這次透過嚴謹基金會辦的這個活動 事實上就是凸顯台灣被冬嚇下的民主的一個進展 碰到了瓶頸嘛 剛剛一直提到說要跟日本 早就已經跟日本 為什麼 各位知道為什麼共機拼命在台灣的西南方 在那邊巡逸他們的這個反潛或什麼在那邊偵查 因為他們強烈懷疑 美軍的核潛艦就等在那邊 制服在海底下 因為那邊是一個巴士海峽 台海的交匯處 是一個很深的海溝 所以他只要不動 等你中共的航母 你如果都要給小 又又開始要對台灣怎樣 日本會啟動 這篇是我寫的 日本智慧的早就已經 船在等了啦 各位要了解 離台灣最近的就是日本的 宇納國島 宇納國島離台灣多近 110公里 它的島上可以收聽到台灣的手機 跟看到台灣的無線電視 島上已經有兩組Apache 戰鬥直升機 協助保衛台灣的加山基地 你又曉得了嗎 這個會不會說而已嘛 過去的宇納國島 根本沒有什麼軍事設施 現在雷達也出來了 美國的列雷艦也進出了 為什麼 110公里多近 所以我們就要了解說 台灣的處境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被恫嚇 這個恫嚇 美日安保條約 它有一條叫周邊有事 所謂周邊有事 就是碰到了台灣有緊急狀況 他拍寫 後面每日兩個會 周邊有事的這個安保條約下 架構下 是 那就進行博勝計畫 博勝計畫就是說 你怎麼死都不知道 真的 現在美日台三方的關係 真的是可以說越來越緊密 同時今天我們也看到 美國再度宣布對台灣軍售 而另外一方面 美國對中國是怎麼樣呢 美國對中國是持續加大制裁 而且不斷出招喔 我們稍後回來 一起來看 反制北京 前置香港自由 美國再出招 宣布將14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全都列入制裁名單 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 譴責北京不斷破壞香港民主 導致立法會淪為橡皮圖章 國務院這次制裁 是要對應該為這類無恥行徑負責的人士 進行究責 文中直接羅列14人姓名 未來他們和直系親屬 將不再獲准入境美國 再沒資產也會被凍結 至於中國外交部之前被問到 美方可能擴大制裁時 就曾經反駁 稱取消香港議員資格一切合法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關規定 就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 做出決定 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必然要求 合法合理不容挑戰 中國這次被制裁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位 在中國公務體系中是屬於國家級副職 是第二高級別的領導幹部 跟習近平等國家級正職官員一起 被稱為是黨和國家領導人 等於是中共領導核心 彰顯美方警告一位 不過值得完畢的是 名單中並不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的名字 有專家認為 這代表美方有意避免讓事態過度升溫 今天的拘捕行動 我們一共有8名男子 年齡是貴婦16歲至34歲的 職業是有學生 社工 還有兩名的區議會的人士的 港府即上個月 議員大常委會授權 恥奪香港四名犯民派立法會議員資格後 又接連關押黃之鋒 周庭等議員士 7日一早再補8人 原因不過是上個月 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典禮 有人在校內遊行 疑似展示港獨旗幟 連串打壓接踵而來 香港局勢更加令人憂心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香港局勢真的是美下欲況啦 為了反制北京這樣處理香港的問題 我們看到美國是再度出眾手 最新一輪的制裁要先來請教茗玉姐 美國要制裁這個名單上面的 14位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 要怎麼對他們制裁呢 就是針對這14位 要禁止他們跟他們的直系親屬入境美國 而且要通通凍結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這是非常嚴厲的制裁 確實啦 其實這個是對應說 在香港四名的立法會會議員 這資格被剝奪嘛 所以美國就實施了實質的制裁 因為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你美國只是在那邊喊喊 就口惠而實不治 說要挺香港挺香港 那你口惠實不治嘛 那他真的就是做出了出手 就真的做了一個實際的制裁 那這個14位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其實他的位階就等同於大概 我們台灣這種副議長 其實成績真的是蠻高的 那當然新聞裡面有提到說 除了栗戰書 沒有外界以為栗戰書 成績會拉高到栗戰書 譬如政治局常委 他是主於中共的第三號人物之外 本來還有韓正 韓正是他們中共的 這個第七號的代表的人物 是國務院副總理 但是這個名單出來 沒有栗戰書跟韓正 確實啦 也如新聞剛剛所講的 是避免拉大這樣的情勢 不過你知道 他對對這個14名人大 這個副委員長這樣的制裁 其實非常嚴厲 那他包括就是說 你對他金融制裁 資產凍結 甚至直系親屬 未來都不准進入美國 你知道這個金融制裁 他可以到什麼樣的地步嗎 就包括就是說 你只要全球 你只要是使用美元的 像信用卡 銀行開戶 以後通通都不行 那如果你要就是用的話 他這個美國就會制裁你 就是說這些私人 其實會是銀行 所以等於說他就是有 就是說你只要用美元的地方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來做金融的交易 所以這個算是蠻嚴厲的制裁 剛剛外界還有形容說 這個根本就是對恐怖分子 同等級的這樣子的一個制裁行動 那必須講說 我覺得美國這次算是對出重手 那當然我覺得認為也是說 他是未來對這個拜登 即將上任的拜登 一個施壓的動作 外界也會看嘛 就是說你現在 這個算川普他可能即將要卸任了 他對中國步步的禁逼 甚至是說這個比較緊縮的手段 可是如果說你拜登政府 你一旦就是說過於放縱 或是說對他就像以前走回頭路 像走歐巴馬時代這樣子的容忍路線的話 我覺得世界各國會在看 會做一個比較 畢竟我們一直在強調 中國跟當年歐巴馬執政的中國 已經是不一樣的 是他已經是崛起的 包括我們剛剛談到的 那個印太戰略的那個部分 我稍微補充一下 印太戰略是川普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首度提出印太戰略 這樣子的一個佈局 事實上當年他的這個佈局 大概就是只有這個 包括澳大利亞 日本 韓國 大概只有這幾國 可是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一開始川普 在提出印太戰略的時候 其實外界是比較看衰 就覺得說你只是在講一個戰略 你並沒有要好好的去 把它坐實這樣 可是這兩年 到這個川普即將要卸任 他確實是把它 這個就是慢慢的填充起來 還慢慢的擴大 我最後講兩個例子 你今年就是我們前陣子 不是有那個J2的指揮官 史達曼來台灣嗎 秘密訪台 他就是印太戰略的這個指揮官 他來台灣就是很重要的是說 台灣也被列入 被美國列入了印太戰略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夥伴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美國一開始的印太戰略 大概只有鎖定四國 你看蓬佩奧去日本訪問的時候 也是對於印太的四方對談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他在去年 美國國防部去年公布的 印太戰略報告當中 他把台灣視為非常重要的同盟國家 甚至跟新加坡 蒙古還有紐西蘭是並列的夥伴 還與印度並肩 我排名還在越南跟印尼跟馬來西亞的前面 等於說台灣是在這個印太戰略當中 我們被視為是一個並肩可以作戰的夥伴 所以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這個相對應的就是說 有些在野黨會唱說台灣棄台論 比如說美國我們發生戰事 美國不會來救台灣 所以當你美國把台灣視為印太戰略的夥伴之後 這個棄台論就是不打 就是這個直接打臉了 真的來看到川普 現在對中國真的是下重手 有人解讀說 這是不是川普在趕進度呢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趙 趙欣副主委